我是个宠物博主,养了三只狗 一只德木,一只金毛,一只中华田园犬 丧尸病毒爆发了,啥物资没囤到的我只能靠狗了 林子打电话来的时候,我正在搬厂家送的狗粮罐头 我是个宠物博主,给某品牌商发了条宠物食品的广告 火得一发不可收拾 结果品牌商一高兴,送了一年份的食吃过来 我还没搬完,看了眼手机 林子是我好兄弟,是个军人 现在这个时间,他应该在训练 带着疑惑,我接通了电话 电话里,林子吞咽着口水大喘气 他说,涛哥,听我的 你现在要有时间,就赶紧去囤点吃的喝的在家里 越多越好,囤好后就不要出门了 说完也不等我回应,喜匆匆挂了电话 我心中的一阵发毛 刚才与林子通话的背景音里有不容忽视的枪声与怪异嘶吼声 加上林子的话,我有不好的预感 近段时间,网上一直有谣传世界末日要来了的消息 起因源自一条发布在网上的短视频 短视频拍摄地在M国 拍摄内容是M国街头人咬人的画面 配文解释说M国某生物实验室病毒样品泄漏 M国出现了大批咬人的疯子 视频内容暴力且血腥 和我们曾经看过的丧尸电影一模一样 这样的视频发布在网上 大多数网友的想法都是有人恶搞 合成假视频在网上吓唬大家 但直到现在,也没有什么人出来辟谣 证实视频内容是真的合成的 想到此,我心脏开始不受控制的剧烈跳动 叫了搬运师傅赶紧把东西搬回家 开车去市里接老婆 老婆在市中心的武术馆工作 因为林子的电话 我打电话让老婆请假提前下班了 准备不管怎样 先去囤点东西回家 然而,真等我们到达市中心的大润发 才发现想囤货已经晚了 平时货架上东西满满的超市 现在像被洗劫一空 吃喝的全没了 我拦住一个从用品区出来 手中抱着好几题抽纸的中年人 问他啥情况 中年人搬东西搬得满头大汗 在这时候被拦住又气又急 小伙子,都不看新闻的吗 三小时前,S是出丧尸了 S是就是林子所在的事 距离我是不远 三小时前,正是我接完林子电话的时候 没想到我在电话里听到的 枪声与嘶吼声真的是丧尸 老婆听完中年人的话 第一时间打开手机热搜 平时挂满各种明星绯闻的微博热搜榜 现在清一色的 全是关于丧尸以及末日的 热搜的第一条就是 S是出现丧尸的新闻 难怪今早上班就没看到什么人 管理会员更是一个没来 被突如其来的丧尸爆发了的新闻 郑猛的显然不止我一人 老婆后知后觉想起今早上班的一场 大润发货架空了 有人催促工作人员补货 工作人员直接告知那些人 超市没货了 一些不法分子开始踹货架 找工具抢东西 眼看着超市里边混乱 我带着老婆赶紧离开 离开大润发 我们又去了城市中另外的一些大超市 情况都差不多 很多人在这时候都差不多知道了 S是丧尸爆发的消息 不仅各大超市混乱不止 整个城市都变得恐慌起来 城市的恐慌 最明显的体现在道路交通上 亲眼目睹了好几起车祸后 我跟老婆决定先回家 拖养狗的福 我们家房子买在邻交地段 城市不让养大行犬 是去乱了 我们家附近倒还有几分难得的瓶颈 房子是洋房户型 一梯一户 总层高九层 我们住顶层 一推开门 老婆来不及拖鞋 便失利坐倒在地毯上 朱力金毛过来蹭老婆 亲眼目睹城市的混乱 不是我们这种习惯了普通生活的老百姓 一下子能接受的 更何况这场混乱远不止那么简单 丧尸爆发了 意味着曾经的秩序都将被破坏 眼前的 只是一个开始 我也有些失利 但时间容不得我倒下 我提议老婆 先检查房屋安全性 丧尸电影中演的丧尸的破坏力都很强 好在我们家养了大型犬 门窗一开始装修的时候 就是按最牢固的状 门是可以和银行保险门媲美的 窗户也是防弹玻璃级别 当初怕邻居举报 我们家窗户上 更是多贴了一层单向膜 墙面也做了隔音层 在这样的条件下 无论是对付丧尸还是人 我们的屋子都能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值得庆幸的是 当初房子装修的时候 老婆有环保意识 提前给家里装了太阳能电板 就算真的到了末世 家里也能保证不断电 房子的安全性没什么问题 我们现在只差确定 真的是丧尸病毒爆发了 各方面来说 我不希望丧尸真的出现 只能前程祈祷那些咬人的人 实际上是得其他怪病 确定那些咬人的人 真的是丧尸只用了两天 朱莉 多多 中华田园犬 小智 德木 都是需要运动量的犬种 在家里踏踏实实待了整整两天后 外面没有什么多余的动静 我决定带三只狗子去溜溜 顺便打探情况 在外面世界可能有丧尸的情况下 我不敢跑远 只敢带着狗子 去小区自带的花园溜 靠完飞盘 来消耗他们多余的体力 只是没完半小时 小智就有些焦躁不安 全身的毛尽数炸开 鼻子紧紧地皱着 朝着小区入口方向发出嘀吼 小智是退役下来的警犬 对危机的感应能力一向强 我顺着小智嘀吼的方向去看 透过围栏 正好看到一个肩膀 断了半截的男的 亮亮呛呛 朝着小区过来 那男的面目清白 浑身血淋淋 肩膀断了半截 也似乎感觉不到疼痛 只嘶吼着朝我奔跑过来 花园在我们家楼下 我吸了口气 带着三只狗冲进后门 不忘将楼洞入户门关得死死的 做好一切进电梯的时候 男丧尸已经跑到入户门外 被入户门阻拦后 朝我们怒吼 手掌拍在玻璃门上 留下血淋淋的手印 电梯到达顶层 老婆惊慌地迎接我 上上下下将我检查了一遍 确认没事后头靠在我肩上 两行热泪近视我的肩膀 从我带狗子出门后 老婆就一直用望远镜 在观察我们的动向 刚才我被那男丧尸追 他看到了全过程 而在我进入电梯不久后 就有两名不幸的外出囤物者 正面撞上了男丧尸 直接被啃得面目全非 平静的小区染上血腥味 我两天前的侥幸心理 彻底被打碎 傍晚的时候 被男丧尸啃过的两人 也再度爬起来 变成了新的丧尸 有了这一出 小区再没人敢外出 好在我们小区是新楼盘 位置偏僻 入住率并不高 我们这一栋除了我们 甚至还没见过有其他人入住 在这样的条件下 短期内只要不惹事 暂时没什么危险 第二天一大早 小区物业开始干活 在业主群里 统计如今的小区住户情况 老婆想回应 我及时地阻止了老婆 末日不知道要持续多久 有的时候人会比外面的丧尸更可怕 就像我们看到的 丧尸还没来到我们城市的时候 超市里就有人抢东西 现在丧尸出现了 会有更多的人 做出更疯狂的行为 物业管家统计到最后 也只统计出三十来户人家 老婆看着群里的回复有些惊讶 三栋怎么只有701户呢 我记得一个月前 不是搬进去了的小姑娘吗 我听完老婆说的也拧住了没 如果说像我这样 不让老婆在群里回信息 是因为早接触过超市的混乱 比其他人多一份警觉 那像三栋的这个新搬进来的小姑娘 不回信息就有些奇怪了 其实那个小姑娘 奇怪的远不止这一点 我们城市不是什么一线城市 即使在市中心租房也不贵 那小姑娘特意搬来 我们这么偏僻的一个新小区 本身就让人费解 再者 那小姑娘搬东西 过来的时间也很奇怪 基本上都是在白天上班的时间点 小区没什么其他人的情况下 小姑娘搬过来的东西也忒多 我工作区域就在家附近 连续几天 见着那姑娘 叫了数量金杯运货车 给她搬东西 也不知道年纪轻轻 哪有这么多东西要搬 老婆的惊讶 只有一会儿 得不到解答也就算了 我在这种漠视的情况下 也没什么多余的心思 多去想别人 家里有望远镜 我拿了望远镜 靠窗边观察楼下 这些丧尸的习性 经过几天的守候 我对丧尸习性 有了大致的了解 和大部分丧尸片中演得差不多 这些丧尸 具有对声音敏感 味光等特性 白天的活跃程度 相较于晚上来说 要低许多 昨晚 六栋有一户人家 发现他们动得入户门没关紧 大概想的是 趁天黑赶紧给他关上 关门的时候 不慎发出了声音 被还远在草坪上的丧尸察觉 几步赶过去咬了 那丧尸跑起来的速度 起码是白天的三倍以上 有了这一发现后 我晚上再不敢安心睡觉 决定和老婆轮班首夜 比起来自丧尸的威胁 我与老婆遇到了更棘手的情况 家里没吃的了 当天没有在超市储存到物资后 我与老婆在家里 用给狗洗澡的大水桶洗干净 存了很多自来水 这两天没食物 我们都是靠喝水外加吃狗粮 勉强撑过的 但是长期这样下去 肯定不行 电话通讯信号是前天断的 信号断之前林子 给我发了信息 让我在努力活着 国家已经派出救援队 会有人来救我们 我也想好好活着 可过度的饥饿感尸骨销魂 我现在看家里的三只狗子 都像看三只行动的大鸡腿 或许是我的目光太恐怖 狗子这两天都避开了我走 连带着老婆也过来问我 老公 末日了 要不我们把朱莉她们送走吧 眼前的老婆面色枯黄 整个人瘦了一大圈 以往好看的肌肉线条趋于平缓 我不用照镜子 知道我跟老婆的情况没差多少 在末日的情况下 好像什么决定都变成了一场考验 家里能称得上正常的食物 只有眼前的狗 留下它们 我跟老婆可以再活大半个月 省着点 或许一个月也可以 但是这三只狗 对我们来说 从来不是单纯的宠物那么简单 我们早已是它们没家人 多多是从我高中时 便陪伴在我身边的狗 到现在已经有十年 朱莉是老婆的第一条宠物狗 陪了它五年 更是因为朱莉 我与老婆才结缘 小智是林子送过来让我养的 退役前卫社会做出过很多奉献 是条英雄犬 到我们家也有三年 如果真的要靠吃了 它们才能活下去 那活下来的我们又算什么呢 吃家人的混蛋 连畜生都不如 我叹了口气 不打算做畜生 老婆的提议是对的 外面或许很危险 但朱莉 小智 多多 我都训练得很好 相信凭他们的激警 在这末世里离开我们 也能好好活下去 我是真怕 每天管不住自己的嘴 做好了决定就不再拖拉 我们找了阳光最刺眼的中午 在三只狗的头上 分别挂上了足量的狗粮 让它们可以在路上吃 然后由我下楼 打开了入户门 将狗子们放出去 或许是狗子们也察觉到了 我们想要跟它们分开 一开始死赖在入户大厅 怎么也不愿意走 最后迫不得已的情况下 是我强行将它们推出去的 差点引起一只丧尸的注意 狗子们嘴上提前戴好了嘴套 为了防止它们发出声 发不出声的三只狗 只能急得挠墙 眼中依稀有晶莹泪光 我闭上眼狠狠心 不去多看一眼 静止上了楼梯 老婆在楼上操纵无人机 吊着一袋鲜肉包 将它们引到我们 已经勘测过安全的地下车库 做完这一切 我两须拖倒在地上 没忍住 各自眼眶红了一半 吃了半个月狗粮 我算的时间差不多了 跟老婆说出我的想法 之前带小智出去玩 去过我们附近一处农庄 算算时间 那边的玉米盖熟了 老婆听到有玉米 眼中亮起些许光亮 我们商议尽早出发 小区里其他住户家里 囤的食物 大概也陆续消耗完了 最近越来越多的人 往外面跑 导致小区的丧失也越来越多 再不出去找食物 我怕来不及 第二天一大早 我跟老婆整装出发 来到楼下 却没想到 得到了一份意外的惊喜 小智 多多 朱莉三只狗 各自嘴中咸的零食 在入户门外等我们 小智咸的是蛋黄派 这样的零食或许很寻常 但在末世后 这样的零食 几乎已经很难见到了 三只狗子 闲着的零食包装袋上 不难看出 有已经干涸的鲜血 可以想象 它们是从何处 找到这些零食 我们打开入户门的一瞬间 三只狗便迫不及待地 冲进了门内 围着老婆与我蹭个不停 极为殷勤地 将它们嘴中的零食 放到我们脚边 这是你们特意为我找的零食 老婆既震惊又感动 眼角滑下泪光 抱着三只狗欣喜问道 而我注意到的更多 看样子 小智 多多与朱莉 这半个月都没有离开小区 当初我们给它们带粮的 时候考虑到末世 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 只给它们带了十天的粮 这也就意味着 它们也饿了好几天 薯片 蛋黄派 辣条 不仅是老婆喜欢吃的零食 也是它们喜欢吃的零食 可它们即使饿着 也没有去吃 它们找到的这些零食 另外 它们根本不知道 我与老婆什么时候会下楼来 我们能这么恰好的 在出门时看到它们 可以想象 它们在门外等了多少天 丧失徘徊的世界 它们就这样等我们 一直等 不停等 不知不觉 我的眼眶有些盈润 看着这样忠心的狗子 我们再狠心 也做不到将它们再次抛下 老婆带狗子上楼 吃了足量的狗粮 我们也靠着狗子们 给我们的零食舔了一下肚子 狗的味觉 跟人类的味觉不同 越是优质的狗粮 往往越没有味道 吃了半个月的狗粮 我跟老婆都差点怀疑 自己失去味觉了 如今再吃到 蛋黄派薯片辣条 这一类零食 简直如同 吃到人间绝世美味 吃辣条的过程中 老婆没忍住 抱着三只狗狗 狠狠亲密了一番 吃饱喝足后 我们再度出发 有了前一次的被抛弃经历 现在狗子们无论如何 也不愿意与我们分开 没办法 我们只能将它们一起带上 农庄中的玉米地 果然如我所料 高大的玉米 赶上一个个金黄的玉米包 都冒出了头 颗粒饱满 老婆还在车上 就有些心洗过头 掰着手指计算 这么一大片玉米地的玉米 足够我们吃多久 玉米是中晒干了 能保存很久的食物 如果真的能得到 这么一大片玉米地的玉米 少说我们也能支撑个一年半载 而我 却没有心情和老婆一起开心 今天阳光很晒 大热天没有人很安静 我可以理解 可是麻雀小鸟什么的 应该有的 然而我们的车子驶过大道 却没有一只金鸟出现 让人不得不心生怀疑 如同验证我的猜测一般 一下车 小智 多多 朱莉便朝着不同的方向 露出警戒神态 接着 三三两两的穿着 农民衣上的丧尸 听到引擎声 从各个方向过来 我的心如坠冰枯 没想到这么慌的乡下地方 也受到了丧尸病毒的感染 原本种田的庄稼人 如今都变成丧尸 我想明白了 为什么没有金鸟 丧尸隐藏在玉米地里活动 时不时就有动静 哪有麻雀敢在这边驻足 老公 有丧尸 老婆咽了一口口水 眼神警戒 我细数了一下 向我们走过来的丧尸数量 与老婆对视一眼 确认过对方想法 朝着最近的丧尸发动攻击 这一片玉米地 已经是我能想到的 最后能囤食物的地方 如果真的被几只丧尸阻拦住了 我也不知道 还能去哪里获取食物物资了 一只大概是在干农活时 被咬了的丧尸手中挥舞着镰刀 和向我们跑过来 老婆向前助跑借力 单腿猛的一踹 将那丧尸揣进了填沟里 掉进填沟的丧尸几柱 正好砸到一块大石头 整个身体弯成了 类似半麻花的形状 却仍然顽强地向外爬 挣扎着想要爬上来抓我们 我捡起他掉落的镰刀 主动跑到他面前 学着电影里的方法 扬起镰刀割断他的颈部 丧尸终于不动了 且战且退 连续杀了十来只丧尸 我们便精疲力尽了 匆忙摘了玉米地 最外围一排玉米杆上的玉米 放进包里 开车离去 这一片地的玉米杆 长得比人还高 密密麻麻 更里面的玉米地里 还有更多硕大饱满的玉米棒 但我们不敢多贪心 因为丧尸隐藏在里面 我们从外面根本发现不了 不过战斗过程中 我好像也有了新的发现 战斗的时候 小智 多多 朱莉 即使跑到丧尸的旁边 丧尸们似乎对他们 也没什么感应能力 只有在他们发出声音时 丧尸才会短暂地追着他们跑 我不知道 这是不是意味着 丧尸对动物的感知能力 没有对人类这么强 亦或者 丧尸对动物根本不感兴趣 带着一种包玉米 回到小区的时候 已经是黄昏 小区徘徊的丧尸 明显敏锐了起来 我们背离丧尸聚集的地方 选择从三洞的方向绕回家 四刹那间的心有所感 经过三洞时 我不经意间抬头往上看 正好看到202房里一个小姑娘 躲在窗帘后 来不及收回的脑袋 视线队上 小姑娘慌张躲回去了 我则有些恍然 没想到这个警觉的小姑娘 还在小区里 正住在三洞202房里 二楼 可并不是一个安全的楼层 楼下入户门一旦受损 小区的丧尸 很快就能攻入二楼 我只能猜测 这小姑娘搬到我们小区时 大概没想到会有丧尸吧 带回来的玉米 暂时解决了我们的食物危机 我一直在想 我在玉米地的发现 想找个机会去实验 却又不敢真的拿朱莉 小智 多多中任何一个去实验 一个下午 吃过水煮玉米的老婆 坐在沙发上跟我抱怨 说家里的盐没了 接下来 我们很长一段时间 都要吃没味道的水煮玉米 原本靠着老婆睡觉的朱莉 听到了老婆的话 抖了抖身上的毛 跑到门边 用爪子三两下扒拉开了门 便往楼道跑 我跟老婆抖然一惊 追着朱莉出去 却没来得及 只能看着朱莉 以熟练的姿势 扒拉开入户门 跑到了楼洞外 朱莉跑的方向 正是小区入口丧尸 聚集最多的方向 我的心悬了起来 某种强烈的预感 盘旋在脑海中 看着朱莉 甚至不敢眨动一下眼睛 而身边的老婆 则死死抓紧了我的手臂 另一只手捂住了嘴 时间好像过了 一个世纪那么长 我们看着朱莉 穿梭进丧尸堆里 然后没了身影 最后 若无其事地 从丧尸堆里 带回来一包盐 我刹那间想明白 朱莉为什么会往这边跑 我们出发去玉米地后的第二天 小区有另外的一户住户出发 大概是看到了 我们收获颇风 也壮了胆 这名住户运气很好 找到了很多物资 但他有些贪心 背回来的物资 明显超过他的重量负荷 多余的重量 使他面对丧尸时 根本跑不动脚 只能将背包里的东西 捡一些扔出来 只是为时已晚 住户扔出来的物资里 就有老婆想要的盐 朱莉带回盐 并没有得到老婆的表扬 老婆就住朱莉的耳朵 气急败坏 一边上楼 一边教训朱莉 而我却是欣喜若狂 刚才朱莉穿越丧尸群 找研的过程 证明了我之前的想法是正确的 丧尸对动物的感知能力 真的很弱 甚至可以说没有 如果能将这一点 放大到人类身上 我们或许就有救了 我做了丧尸爆发以来的 第一个美梦 梦里我国生物学家们 从动物的身上提取到了 可以将人类气息隐藏的物质 人类再也不用像现在这样 躲躲藏藏 可以肆无忌惮地 从丧尸面前随意经过 而丧尸们感知不到任何人类气息 自然也不会做出伤害人类的动作 很快 国家军队将徘徊在 人类生活中的丧尸清理干净 我们的社会秩序得到拯救 醒来天光大亮 一声枪响 破坏了我全部的美梦 我梦中的社会秩序还没恢复成功 现实生活里的法治社会 落网之余 已经到达了我们小区 那是一群明显的社会混混模样的男人 各个彪肥体壮 以一个脖子上带金链的光头为首 总计近时来个 他们开着张扬的路虎 浩浩荡荡地就进了我们小区 光头男对堵在小区门口的丧尸群 丝毫不拒 迎面开遍解决了一个向他奔去的丧尸 随即让人将剩下的丧尸 引去了小区篮球场 他们引丧尸去篮球场的方式极其残忍 两个男人将一个遍体鳞伤的女人 扔进了篮球场 又开枪打断了那个女人的腿 让她无法逃离篮球场 女人被子弹打断的腿流出大量鲜血 血腥味在篮球场中蔓延开来 丧尸闻到血腥味 纷纷涌入篮球场去扑咬那个女人 扔女人的男人在丧尸群进入篮球场后 用一把大锁将篮球场的门给关了 游离在外面的丧尸 也被这群人逐个击杀 游离的丧尸被解决没多久 光头男的队伍里 就有人拿出了喇叭喊话 小区还活着的人 老是将你们的食物交出来 我们饶你们不死 家里有女人的 40岁以下的也自觉点走出来 喊话内容将这群人来我们小区的墓地 暴露得明明白白 他们是来搜集食物与女人的 老婆早被他们用女人引丧尸的行为 弄得恶心不止 狠狠地在窗边呸了一口 什么人渣 漠视了还敢想女人 老娘废了他们 我看着被关在篮球场 一时半会出不来的丧尸 皱紧了眉头 这些人先一步把丧尸关起来 小区就没什么能阻拦他们的了 我们的入户门对丧尸或许能管用 但对有枪的人来说 起不了任何作用 如果我没猜错 这些人下一步的动作是solo 如我所料 光头男和他的人一直等到中午 也没有任何人主动把食物交出来 更没有任何女人走出去 那群人在一栋驻扎好 便开始solo 就近原则 从附近开始搜 我们家在四栋 与一栋之间还隔着两个二 三栋 没那么快搜到我们栋 并且我跟老婆都能打 只要那些人不拿枪 我们并不畏惧 就在我们观察那些光头男那群人时 一架无人机飞到了我们窗外 无人机上挂着张纸条 就我 我有很多食物 也知道怎么对付丧尸 纸条的署名是3-202唐家家 正是我与老婆之前讨论过的 那个奇怪的小姑娘 透过窗户 我能看到那个姑娘 正在他们家窗帘后 紧张地抬头看我们家窗户 光头男那群人无恶不作 两栋的男人被他们杀光 女人被他们带走 很快他们就去了三栋 三栋701离我们家很近 搜楼的人闯入701的时候 我们正好听到那边动静 接下来 我们看到了末世中 最令我们恶心的一幕 701户的一对小夫妻 想从楼栋连接住逃跑 打开了窗户 正好朝我们这边 然而他们的动作没来得及 就被搜楼的壮硕男人 在卧室里抓住 小夫妻中的妻子挣扎无果 搜楼的男人凝笑着扑向女人 在现场对女人施行了暴行 丈夫看着自己的妻子被人欺负 目自欲裂 拼命反抗 然而实力悬殊 惹恼了那几个男人 被那几个人活活打死 女人见到自己的老公被人打死 发了狂 张嘴死死咬住 骑在他身上的男人 男人吃了痛 狠狠地挥起拳头砸人 女人咬住男人的一口牙 被硬生生砸碎几颗 碎牙混合着血水落到地上 女人嘴中发出痛苦的乌叶声 尸弯抱的男人擦擦身上的伤口 一口唾沫吐在女人脸上 见人敢咬我 老子拿你为丧尸 我看到胸口只憋了一团火 老婆更是没忍住眼泪 干呕不停 眼睁睁看着那群人 直杂的女人近昏迷 才把人拖出去 这群禽兽 不得好死 二楼的唐佳佳 也被这群人搜出来了 不过与701女人的遭遇不同 唐佳佳被带出三栋楼栋的时候 身上很干净 明显的没有受过什么欺凌 压着唐佳佳的几个男人 关注点也不在唐佳佳身上 曹 这女人家里好多吃的 一屋子全是吃的 我他妈还看到有个酒柜 全是名酒 那么多酒 绝对够喝 指不定老大喝高兴了 我们也能沾点光 几个人兴高采烈地讨论 唐佳佳被带往一栋的时候 最后看了一眼我们家的方向 或许是抓住唐佳佳的那几个人 向光头男汇报了唐佳佳家里的情况 光头男改变了策略 没有那么急着搜楼了 反而将搜楼的人聚集起来 全部往三栋走 等看到他们将一箱箱物资 抬出来的时候 我才知道 他们是去搬物资的 物资太多 光头男又叫了几个人一起过去搬 十来个人只留了一个人 看守被他们抓来的女人 其他的人全进了三栋 我想这是个救人机会 我和老婆带着狗子匆匆去救人 小智直接冲过去 制服了那个看守的人 而我在那个人身上 惊喜地搜到一辆路虎车的钥匙 有了车钥匙 我们决定先发制人 开车主动迎击他们 老婆将那群被抓的女人 一个个解放 安慰他们 让他们先到楼道里避一避 接着便上车 和那些那女人一起 被解放唐佳佳没躲去楼道 反而跟着我们上了车 路虎车启动的引擎声 引起了去搬物资的光头男注意 他们第一时间察觉到了不对劲 急忙扔下来物资 从三栋出来掏枪打我们 我踩下油门 避开他们的子弹 我们上车后 谁也没注意到 701户那个原本昏迷的女人醒过来 在被我们制服的看守身上 找到篮球场大锁的钥匙 手脚并用 几乎是用爬的姿势 爬到篮球场外 将里面的丧尸放出来 无数丧尸呵呵嘶吼声中 女人看着向了光头男的方向 眼中满是恨意 此时已临近傍晚 丧尸的速度比白天快上许多 转眼便跑了过来 我通过后视镜 看到大片的丧尸 内心倍感不妙 连忙转动 方向盘往其他方向跑 光头男的队伍 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在察觉到丧尸被放出来后 只能拼命地往楼洞跑 然而他们刚才为了追击我们 已经跑离楼洞太远了 很快 他们的队伍被丧尸淹没 丧尸啃完光头男等人后 便来追我们 唐佳佳在后座惊呼不停 小智 朱丽与多多也开始着急 趁着我一个转弯的时机 从车座上跳出去 发出狂叫声 试图把丧尸引走 却没有起到太大作用 车子引擎声太大了 带过了狗叫声 我们要找地方停车 老婆交集道 到三栋楼后面去 那里有我提前准备好的梯子 可以爬到我家 唐佳佳也跟着提出建议 我在小区溜了几圈 将丧尸甩了一大截 按着唐佳佳的指引 将车停在了三栋楼后 那里果然有一家 靠着二楼的伸缩梯 可以爬上去 趁着丧尸还没来 我让老婆与唐佳佳赶紧爬 老婆看了一眼我的腿 有几分犹豫 直到我推了他一把后 他才往上爬 丧尸的速度比我想象中的更快 我刚爬到中途 我的肩膀上 露台上的老婆 与唐佳佳眼中满是惊恐 我感受到了死亡气息 就在身侧 想象中的疼痛并没有来临 一道金黄的身影 从我身后跨越而来 一头撞上了扑 咬我的丧尸 直接将丧尸撞飞了出去 是朱莉 她撞飞了想咬我的丧尸 更多的丧尸想要扑上来 朱莉滚落到地 和丧尸群撕咬起来 我靠着身体的本能 拼命往上爬 仍有丧尸不放弃 一只丧尸 哇哇哇地爬上梯子 缠住了我的腿 我用力甩掉那只丧尸 靠着老婆的借力 登上露台 唐佳佳第一时间 将伸缩梯推倒 伸缩梯剩下的丧尸 跟着梯子一起砸在地面上 我吹了一声口哨 命令狗子们回来 小志宇多多听到 命令从丧尸群周围撤离 而朱莉 却被层层的丧尸困住 她的叫声不止 越来越多的丧尸围过去 直到 她再也叫不出 狼狈的我们 躲进唐佳佳家家里 一进门 唐佳佳率先远离了我几步 看着我的左腿眼神戒备 你被咬了 我一愣 想到什么 连忙看向刚才被缠住的左腿 将其取下来 果然 仿真小腿上有一个明显的牙印 我的腿在几年前 一次出任务过程中不慎断了 从那以后 便接上了一只 也正是因为腿断 我才退役 干了宠物博主这一行 唐佳佳见我直接将腿取下来 也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 彻底松了一口气 拍着 小心脏坐倒在地上 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你也要变成丧尸了 小姑娘经历这一系列突变 脸都变白了 可我与老婆高兴不起来 朱莉没能从丧尸群中逃出来 想是凶多吉少 我与老婆守了一整夜 期待朱莉随时回来 可一直到天亮 也没有看到朱莉的身影 老婆迫不及待跑到露台 去看朱莉 却只看到一具金黄的尸体 朱莉安静躺在 昨天被丧尸群包围的地方 她更像睡着了 而不是残酷的死亡 亲眼目睹的死亡让人心碎 老婆瞪大眼睛 不敢相信所见的真实 往前伸出手 亮枪了一下 捂住嘴发出痛苦的哀气声 哭了好一会儿 老婆才肿着双眼看我 老公 你说朱莉会像电影里那样 变成丧尸狗吗 我并不知道答案 跟过来的唐佳佳 先一步拍了拍老婆的肩 肯定的回答 动物是不会变成丧尸的 你放心吧 听到这个答案 老婆缓解了很多 擦了擦眼泪 朱莉不会变成丧尸狗 真是太好了 她一直最爱干净 家里的狗每次洗澡的时候 就数她最欢乐 要是真变成丧尸狗这种怪物 朱莉一定会很伤心吧 我搂紧了老婆的肩膀 给她安慰 顺便多看了唐佳佳一眼 唐佳佳在我的眼里非常奇怪 她家里囤的物资太多了 根本不像是突然知道 丧尸危机会来临才囤的 更像是比我们提前许多天就知道了 会有这场危机 另外 她家的门窗比我们家的还要坚固 完全不像是普通住宅的门窗 光头男的队伍里 大概是有人会开锁 才能那么顺利地进入她的家里 而且她知道的也很多 动物不会变成丧尸 她说得很笃定 不像是单纯的安慰人 我把我的疑惑坦然地问出来了 或许是看在我们 从光头男手中救了她的面子下 唐佳佳坐下来跟我们解释 一段昔日的短视频 从唐佳佳的手机 再次放映到我们面前 正是末日前 最先发布在网上的那段 M国街头人咬人的视频 唐佳佳告诉我们 M国闹丧失的时候 她的家人们都在M国 她的父亲是做生物工程 研究这一领域的教授 从一开始就知道那些咬人的人 并不是人们以为的狂犬病患者什么的 而是感染了新型病毒 唐佳佳妈妈给唐佳佳打了电话 告诉唐佳佳有关于新型病毒泄露的事 让她提前囤好东西 自己照顾好自己 也告知了她 病毒对动物不起效果这一点 唐佳佳说到这里的时候 看了一眼客厅正在睡觉的小智语多多 语气中满是感慨 以前我对宠物一点不感兴趣 没想到 他们在这种时候 是真的可以保护我们 听到这话 我们同时沉默了 我在得知唐佳佳学的专业 也是生物工程研究这一块的时候 跟他说出了我的想法 丧失病毒对动物不起效果 我们可不可以找到这一点的原因 把它转移到人类身上 唐佳佳摊手 你以为我不想 不过 这不是一朝一夕能实现的 需要做很多实验 病毒对动物不起效果 可以从很多方面去假设 没有实验室 空有一个设想 我也无能为力 唐佳佳说的是眼前的实际情况 我们如今身处困局 各种条件都不具备 想要实现拯救人类的想法 何其困难 不过我们并不气馁 我相信 国家救援队已经在路上 唐佳佳邀请我们在他家住下 理由是他害怕 在遇到光头男那样的一群人 我与老婆的武力 只他亲眼目睹 并且 他之前看到过 我跟老婆放弃 就近抢物资 跑到更远更危险的地方去摘玉米 所以信得过我们的人品 我和老婆考虑了下 答应了他的邀请 我们家没什么可以吃的了 之前摘来的玉米棒 支撑不了多久 而唐佳佳家里剩下来的囤粮 即使被光头男拿走了一些 剩下的 也足够我们三人吃了一两年 我们确定与唐佳佳同住后 找了个大晴天 避开丧尸群 将朱莉埋在了小区花园里 朱莉喜欢鲜花 春天的时候 小花园开花了 朱莉会高兴的 等待救援的过程 唐佳佳也不歇着 每天都在看他的专业书 他提前知道了末世要到来 却也没想着得过起过 反而在囤食物的时候 一起囤了很多专业论文书籍 没放弃寻找控制丧尸病毒的方法 我们则靠着唐佳佳佳灵活的地理位置 带着小智与多多主动清理小区里的丧尸 日子一天天过 天气逐渐转凉 季节中的阴天开始比晴天多 没了强烈的太阳光 丧尸越来越活跃 为了安全 我们只能停下手中的工作 下出雪的那一天 我们等来了救援队 我守完夜 照例想去看看小区的丧尸情况 却意外地发现窗外飘了雪花 跟我同手在窗边的小智双爪 扒拉在玻璃上 察觉到什么后 发出叫声 朝着一个方向猛摇尾巴 我顺着小智摇尾巴的方向去看 便看到哀哀雪木下 一面五星红旗 从视野镜头缓缓靠过来 红旗后面跟着的 则是我们一直等待的救援队 小区的丧尸 在枪声中被清理干净 直到插着红旗的装甲车 开进我们小区里面 被小智惊醒的老婆与唐佳佳 还有些不敢相信 一个个武装警戒的救援队人员 涌入小区楼洞 搜寻余下的幸存者 可搜寻的结果并不理想 很多没被丧失 与歹人迫害的普通人 忍受不了日复一日的绝望与等待 主动选择了死亡 救援队在我们小区 也找到了十几具这样的尸体 我们被救援队队员带到车上 看到正在指挥 救援队队员作战的林子 我走过去 给了他一个结实的拥抱 还好他们没放弃 还好我们没放弃 丧失危机还没有完全解除 我们被送到国家建立的 幸存者基地 基地按照需要 对活下来的人进行不同分工 有人开荒种植 有人饲养肉勤 也有人从事脑力劳动 唐佳佳主动加入了 国家生物研究室 与一众生物学教授 共同研究 对抗丧失病毒的解药 在幸存者基地待了几天后 我发现所有工作中 最缺人的 其实还是救援队本身 救援队需要出入 各个丧失聚集的地区 救援幸存者 或者寻找物资 免不了有伤亡 虽然也有新的幸存者愿意加入 但不进去的人 远没有牺牲得多 在救援队又一次 带新的幸存者 回来基地的时候 我拦住了林子 跟她说出 我想加入救援队的想法 林子一开始 是无论怎样都不同意的 看着我残疾的左腿 命令我留在基地 但熬不过我的坚持 最终也只能无奈同意 与我一起加入救援队的 还有老婆 小智 老婆的身手不差 看过许多在漠视 苦苦挣扎的无助的人 也跟我一样 想去做点什么 而小智 本身就是警犬 受过训练 能更快地帮我们 发现危机与需要救助的人 多多年纪大了 我让她留在了唐佳佳身边 唐佳佳向我保证 会照顾好多多 也会尽早完成她的研究 漠视还没有结束 但我们心存希望